HELLO 大家好,歡迎大家來到 洞洞窯與7297的系列影片,我是Eric 在上支影片已經跟各位分享 如何在我們的主機電腦打載一個輕量化的物聯網環境 接續上一支影片,我們這次要來跟各位分享的是 我們要在這個輕量化的物聯網網站當中要創建一個開關通道與顯示通道 開關通道可以來控制我們的7297的LED燈 顯示通道可以藉由LED燈亮按來顯示LED的狀態 那麼我們就開始吧 首先,我們這邊的材料有洞洞窯,裡面的7297和擴充板 和以往一樣,這邊還有一條傳輸線 OK,我這邊都接好了 接下來呢,我們要做這個雲端網路的搭建 那一開始,我們要來創建產品原型 所以呢,在中間這個按鈕,我們要按下創建 到了這個頁面之後 第一個選項呢,我們就選擇輸入圓形資訊 OK,就不變 好,那接下來呢,產品原型名稱 我這邊已經有一些記錄了 好,這邊呢 我之前有打過了,所以我這邊就選NCS Lite 好,2021年6月9號這一個 產品原型呢,我就選1.0 那描述和上傳圖片我就跳過了 OK,因為這些呢,不是主要的步驟 好,接下來我就按儲存 儲存之後呢,這邊就有新的產品原型 那接下來我們要進一步的做設置 我要設立測試裝置 好,接下來我們就按一下產品原型 接下來我們要來創建資料通道 OK 那剛剛有說過,我們要來控制LED燈 所以呢 在新增這邊,點選進去 我們要來點選控制器 再點選新增 到了這個頁面呢,我們可以看到 有兩個欄位非常重要 資料通道名稱和資料通道ID 資料通道名稱呢 是寫給使用者的人看的 所以它可以輸入中文、英文和數字 但是資料通道ID呢 這個ID是identity的意思 是認證 所以等一下在程式的那一頭 你這邊寫什麼 你程式的這個ID 也要跟這邊一模一樣 否則呢你資料傳輸會有錯誤 好 那資料通道名稱呢 這邊 我這邊已經有預設好了 我這邊就寫LED燈控制 OK 資料通道ID呢 這邊我就用LEDController 去做資料通道ID 去數呢我就不寫了 但資料形態也很重要 我們選的是開關 就可以看到它的模板是長這樣子 接下來我們按下新增 下面就會寫說資料通道新增完成 好的 那這邊呢 我們會再新增一個顯示通道 這個顯示通道是來顯示 LED開關燈的狀態 接下來我們按一下新增 這次我們要新增這個是顯示器 好 資料通道名稱跟資料通道ID 剛剛的這個解釋呢已經說過了 所以呢 我們就直接去選LED燈顯示 好 資料通道ID呢 這邊 我就選LEDShow 好 但你們如果是第一次打的話 應該是 第一次重建是沒有這些預測的功能 OK 那因為我之前的電腦 有設定過了 有做過 所以它會留記錄在裡面 接下來資料型態 我們就選 開關 你就會看到呢 它是兩個顯示狀態的開關 OK 接下來就按新增 好 在我們的控制面板 這個介面呢 這邊 的設置就算完成了 OK 接下來呢 我們要到測試裝置這邊來 剛剛的圓形通道只有一個 測試裝置呢 可以很多個 可以不同的人使用 那在這邊的話 我們就新增測試裝置 測試裝置名稱 OK 這邊呢 我們就選 NCS Lite Test 底線 NCS Lite 底線Test 2110609 OK 好 敘述和上傳出片 我就不做了 跳過 接下來就按儲存 好的 在我們的 這個測試裝置呢 創建出來之後 成功了 可以看到有Device ID跟Device Key 這樣就算是創建完成 接下來我們要來寫程式 讓7297能夠讓 NCS Lite 能夠連動 那連動的時候呢 它私必呢 就會用到Device ID跟Device Key 這兩個金鑰 好 接下來下一段 我們要來寫程式 我們要來寫程式 好 接下來我們要針對7297來寫程式 我們打開Glocket Reno 好的 那7297要連至MCS Lite之後 當中勢必會透過Wi-Fi熱點 所以呢 一開始在初始化的時候 我們要先填入Wi-Fi 連至我們家裡的Wi-Fi環境 好的 連至Wi-Fi環境之後呢 它才可以連到MCS Lite 那麼接下來 我們要來 說明的是 7297它 是否已真的 點到Wi-Fi或MCS Lite 所以呢 在連線當中 我們要知道它的進度到達哪裡 所以呢我們會用 需要付監控視窗換航 來去做表示 好 那我們會用到 需要付音出換航 這個金幕會有四個 地方會需要用到 分別是 我們要知道 NCS是否已經連到Wi-FiAP 之前 會用到一個 連線之後呢 會用到一個 好 它已經連到網路之後 接下來我們要確定 它是否已經連到 NCS Lite 所以呢 這邊 確定是否連到NCS Lite 這邊也需要用到一個 好 那 連線到NCS Lite之後呢 我們會用到一個 確定它已經連到線 好 那接下來 我們要 要寫入的是 我們要知道Wi-Fi是否已經連線 所以我們這邊要寫入 Wi-Fi 連線中 好 那它成功連上線 成功連上線之後 這邊就要寫入 Wi-Fi 一連線 好 接下來 要顯示是否連到NCS Lite的狀態 接下來我們要寫入 NCS Lite 連線中 好 好 接下來呢 它已經成功連到NCS Lite之後 我們就要顯示 NCS Lite 好 好 以連線 好 好 接下來我們要來 寫入NCS Lite的資料通道 我們的資料通道呢 有分控制通道和顯示通道 這些呢 這些呢都在NCS的基目裡面 那有些學員呢 後面有一些專案可能 要 顯示資料通道 可能要顯示兩個 那我要說的是這兩個基目很像 一個在第三個一個在第四個 第三個是控制通道 第四個是顯示通道 那如果之後的專案呢 都要用到顯示通道 有些學員呢會 可能連控制通道也寫進去 那這邊要多加注意 好 那我們這邊會用到一個控制通道 跟一個顯示通道 好的 將這兩個基目 控制通道及顯示通道 拉出來之後 接下來我們要來寫一些 細節 第一個呢 是連線NCS Lite Device ID跟Device Key OK 我們要來到NCS Lite這個頁面 將Device ID跟Device Key 複製進去 這邊已經有寫複製 我們點一下 就可以複製出來 然後呢 這邊點一下 按右鍵貼上 好 Device Key呢也是一樣 在這邊有一個複製 OK 到這邊 貼上 比較長一點 好 那IP位置呢 我們可以在 瀏覽列 或者是呢 我們可以開啟 我們的這個 NCSX App 去複製呢 我們的這一個 IP 好 那可以看到呢 前面這個IP呢 前面這個IP 是不固定的 它會跟隨管件區域 IP會不一樣 好的 那後面POR3000是固定的 所以呢 我們要來複製 貼上這個 我們目前的IP位置 OK 好 那接下來呢 這個控制通道和弦通道呢 就是我們剛剛所說的 這個通知通道和弦通道的 這個 資料通道ID 那資料通道ID 要怎麼 查到呢 一開始我們會在這個畫面 資料通道 這個畫面 好 我們點選API提示 這邊 就可以空到 資料通道名稱 還有資料通道ID OK 所以呢 這邊呢我們可以針對不同的通道呢 去看我們的資料通道 好 那我們先把LED控制 這一串 附置 OK 然後貼到我們的 控制通道這邊來 好 那你在貼的時候呢 要請注意一下 你的 空格 請注意不要被貼進去 好 因為空格也算是一個支援 好 既然是貼入我們的 LED顯示 一樣 複製 貼到這邊來 好 輸入我們的Wi-Fi ID跟密碼 好 接下來我們要來寫 重複執行 T297要和NCS Lite做連線的話 我們在NCS裡面 要寫與和NCS同步 接下來我們要去偵測 開關的狀態 所以呢 我們要在邏輯裡面 寫入如果執行 那要寫入什麼呢 在我們的NCS裡面 要去知道我們的開關是否開啟和關閉 也就是狀態的更新 如果我的狀態更新的話 我就可以知道當下目前是開還是關 當我們的NCS Lite開關呢 開的話 NCS Lite會傳入一個數值1給7297 如果是關的話 NCS Lite會傳入一個數值0給7297 透過這個數值呢 我們就可以寫程式來控制7297的LED燈 那我們一樣在邏輯這邊 寫入如果執行 星星點開按下否則 寫入否則 因為不是開就是關 所以呢 只有兩個狀態 在如果的這個條件式裡面 我們可以寫入 NCS 控制通道數值 剛剛說過就是0 不然就是1 接下來呢 要它等於0的話 在我們的邏輯這邊 的第二個積目這邊 有一個等於 這個式子 1跟0呢 是數字 所以呢 我們要填入 在數字裡面有一個第一個積目 填入1 好 貼到否則這邊 好 如果接受到控制通道數值等於1的話 我們就執行什麼呢 數位IO 好 內建 LED狀態 尾高電位 否則呢 就尾低電位 好的 好 那我們把它移過來 好 各位是否還記得 資料通道ID是什麼呢 好 就是我們的 LEDController 好 這邊呢 我們可以直接快速的把它刪掉 在這Ctrl這邊按下複製 移進去 接下來我們要來寫顯示通道 OK 在NCS這邊 喔 有一個更新 顯示通道數值 為什麼呢 好 讀取 控制通道數值 OK OK 剛剛說過 開跟關 就是1跟0 也就是說 如果我 更新通道數值為1的話 則它會顯示 on 更新通道數值接受到0的話 它會顯示off 所以呢 更新顯示通道 記得這是顯示通道 它的ID就是 LEDShow 讀取 這個顯示通道就是 LEDController 好 如此一來整個程式 就完成了 就完成了 好的 那我們燒錄好程式之後 接下來我們開啟 去覆監控視窗 可以看到呢 目前Wi-Fi呢 是連線當中 Wi-Fi已經連線 NCS Lite連線當中 NCS Lite已經連線 好 我們已經確定 NCS Lite已經跟我們的G197連線 所以我們可以開啟 我們的這個 NCS Lite網頁 好 各位也可以看一下 畫面的右下角 那我現在要來控制 LED燈的狀態了 好 可以看到呢 我的LED燈已經亮起 並且呢 我的顯示已經顯示到on 再來把它關掉 可以看到呢 LED燈已經熄滅 並且呢 LED燈顯示為off 好 那我們可以再多測試幾次 可以看到 開 然後關 開 後關 OK 好的 那經過這個小的專案呢 從NCS Lite的開關和顯示通道建立 到我們的控制LED燈開關 這個簡單的專案 就分享到這邊 謝謝大家 歡迎大家到我們的官方網站 以及Facebook粉絲團 找到更多你喜歡的內容 再幾個小的大小的小的小IES 我會有為的 夠了 在你 Software 感谢观看